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SJ战队 所以他们刚从美国打完DevCon飞回来 然后就立刻来参加HitCon这场talk 在这个研究中 我简单地说就是他把健保卡元件当作CTF在打 用了很多CTF选手使用的一些技巧 去拿到健保卡元件的RCE 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有正确的通报 卫福部并且和卫福部以及厂商多次的沟通去修正这些漏洞 所以今天就请雨翔来分享这中间过程中 他怎么攻击的 以及后续怎么样跟健保卡还有厂商合作 去修复这些漏洞的一些经验 那就让我们掌声鼓励 欢迎雨翔带来的演讲 好OK那谢谢宽宽的引言 好那今天我要讲的东西是健保卡元件 如果成为骇客的任意们 好那在整个开始之前呢 首先感谢健保属于厂商的积极的修复 那今天讲的漏洞基本上都已经在2022年的5月 我们都已经把它修复完成了 好那呃这是今天的outline 那呃首先我们会先讲一下说健保卡呃 元件这个程式的架构 还有我们呃这个架构会跟我们后续的利用会有关系 那再来的话我们会讲说呃在我们这次发现的三个 Vineabilities然后再来会讲呃我们怎么在怎么利用这些 Vineabilities在Linux上面达成RCE 然后呃就会讲一点点就是这个Vineabilities在Windows上面的 有没有可能利用的部分 然后还有就是呃最后就是呃我们跟厂商回报 还有整个修补的过程对 呃好那呃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是林雨翔 那常用的网路ID是LY10829 那现在是阳明交大志工系的大三的学生大四的学生 然后也是奥移智慧科技的实习生 那同时也是TSJ跟北部发战队的成员 对那呃之前也讲过HitCon 呃呃讲过SitCon跟那个教育部家人才培育计划的课程这样子 好呃好那呃呃我们在开始之前先前行提要一下 那呃呃就是在某一天呃我使用了这个健康存折这个服务 那用着用着我就那这个这个服务呢 基本上它是可以让你就是用你的电脑 然后接读卡机那插你的健保卡去进行认证 好那呃呃用着用着我就想说 诶那他是怎么做到就是在网页然后去使用健保卡 呃呃去用读卡机去进行认证这件事情 对那于是呢我就在浏览器上面按了F12 然后F12翻一翻呢那从那个Network的这个table里面就翻一翻 诶那就发现一个这个东西 那呃呃红色框框框起来的部分 那可以发现说诶那我们是呃他这个网页他就用呃他有就是web socket 那他web socket连到哪里去了连到你的localhost的一个777的port 对好那呃呃呃我们在从你的电脑里面去看一下NetState的时候 那我们就发现说诶我们确实里面有开了一个这个777的port 这样子对好那所以看起来的话 他就是利用这个东西来跟你的呃呃 跟你的电脑跟你的读卡机去做连线的这样子对好那呃呃这东西就有点有趣了 就是那他今天开了一个服务在你的电脑里面 那这个服务假设说他写的不安全的话 那是不是就等于在你的电脑上面开了一个呃呃不安全的服务 那这个服务被exploit的时候 你的电脑就有可能被远端的去进行rce就是去操控这样子 好那呃呃再来讲一下那个健保卡验证我们呃呃用在哪里 那首先之前的呃呃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有这个口罩实名制嘛 那口罩实名制他其实就是用健保卡去进行验证 ok那或者是前面讲到那个健康存折 好然后还有像是呃什么my data 就是你你用你可以选择用自然人评证或者用健保卡去验证 那验证完之后你就可以呃去下载一些你的资料这样子 然后或者是呃前阵子报税刚过嘛 线上报税你也可以用健保卡去报税 对那其实这些很多服务你可以选择用健保卡或者是自然人评证去进行验证 那但是呃自然人评证不是人人都有 那健保卡基本上几乎每个人都有 所以健保卡的应用可能会比自然人评证卡要来的更广泛 对 好那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就是呃在2020年的HitCon 那Indy有讲过一场talk 那这个talk是晶片卡agent逆向工程序重置 那以健保卡的原件为例 那他在这场talk里面他就有去逆向了这个健保卡的原件 然后并且写出一个他自己的agent 对那并且在这里面呢他也去发现了一些呃 一些就是这个原件里面的一些问题一些弱点这样子 好 那他在演讲最后呢呃基本上他发现了一些 发现一些弱点 但他在那一次的演讲他在那一次的呃研究里面 其实他并没有去达成成功的达成rc的部分 对那我们这次有我们这次就是其实有点也是有点 类似接续他的东西然后再去找找更多的洞 然后去达成就去成功的去达成rc这样子 好那再来的话就要来介绍一下呃这个原件的他的他的程式架构 好那程式架构的部分呢呃首先呢就是我们前面有讲到 我们浏览器其实我们没办法直接去跟读卡机进行互动 因为读卡机你要你你接在电脑上然后你要装driver 你要你要透过driver去跟他互动 但是浏览器基本上他不会给你这样的api 他会你在浏览器上面执行的javascript之类的东西 他都会放在那个sandbox里面跑 那基本上没办法直接去跟电脑做互动 那所以他要跟电脑做互动的方式 那他就是在你的电脑里面去安装个agent 就是大家看到下面下面的部分就是他会在你的系统上面去装个agent 然后你的浏览器呃你的javascript是可以去发那个javascript 去发一些http的request 那所以我们就他就利用这个东西 那在你的电脑装一个agent 然后把开一个web的服务在那边 那他就可以让你的javascript去利用那个http的request 或者web socket 那来跟他进行连线 那跟他进行连线之后 再由这个agent把他的所有request去转发成那个跟读卡机的互动 然后来完成这样的需求 对 好 那所以 那基本上在健保卡这个元件里面 他用的是https 然后他走的是web socket 然后他通常使用的是777这个port 那当然也有例外 就是说假设你电脑这个777已经被占用了 那他可能就会去找其他的port来用 那这是他里面程式的架构 那这个架构是我们后续在利用的时候会利用到的东西 那首先在最左上角那边就是有一个dl web socket server 那这个function他就负责去开一个777的port 并且把它listen起来这样子 那listen起来之后 他就会等在连线 那当他发现有连线进来的时候呢 他就会去进行那个 他就会去开一个新的thread出来 那这个thread就看他是在windows还是linus 那linus里面的话就是pthread这样子 那开了thread出来之后 就有clientwork这个方式去进行处理 那由clientwork这个方式去进行处理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就是用sslread这个function 因为他整个是走https 他是包在ssl里面 所以他要用sslread这个方式去进行read 那他就 他就会把那个 他的dataread 开始read的那个request进来 然后 当他读完request了之后 他就交给 右边这个方式叫做ws-pass-handshake-data 那ws-pass-handshake 他就会去进行parse 他就把这个request 就是一个http的request 他就开始parse 那把它的header 把它的内容拆出来 把它要去哪个路径拆出来 那 当ws-pass-handshake 呃 发现说 这个request的header好像有缺的时候 他就会继续回去 accesslread 再继续再读一次这样子 那直到他发现说这个request 他已经完整了 那他就 他就会往后走 那当他发现说 他这个存取的路径 是斜线echo的时候 他就会把 他就会进到ws-handshake-answer 这个方式里面 那这个方式就会负责 这个方式负责的事情就是 呃 会去产出一个 呃 http的response 那其实这个部分就是在做 他是在做web stockings的handshake 这样子 对 那我们今天主要 在利用的点就是在ws-handshake 跟ws-handshake-answer 跟ws-handshake-answer 这两个方式上面 好 那 当他的handshake完之后 他后续就会进到web stockings 的process 这样子 好 那讲完了前面架构之后 我们就来 就来讲一下 呃 我们这次发现几个babilities 好 那分别是呃 呃 他这个服务listen在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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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然后还有他里面有rest condition的问题 然后还有我们这是最主要的keep overflow的问题 这样子 好 那呃 首先我们先讲一下listen在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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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这件事情 你电脑里面所有interface上面 那所以说 譬如说假设你今天电脑有public IP好了 那你这个服务 他就直接会公开在public IP上面 对 那如果你电脑没有public IP 他当然他不会直接公开在public IP上面 但是 基本上只要能够任何可以摸摸到你电脑的interface 这个服务都会存在 对 那所以这个东西虽然他不是一个呃 直接造成这个 这个 元件可以被rc的问题 但他他可以 他是一个让这个rc问题更严重的东西 对 就是让你基本上你只要能够摸到这台电脑 你就可以去进行exploit 好 那再来第二个是rescondition的问题 那rescondition的问题 就要回到这个架构来讲 那 呃我们可以看到这个client worker的部分 那client worker里面呢 他的code其实是长的类似像这样子 那 他会用sslread 那read到哪里 他会read到一个global的buffer ok 那 在这个read到globalbuffer之后 他的pass handshake 再去pass这个buffer 好 那但是 这个client worker 这个东西是包在multi-thread里面的 那所以说 呃 在 基本上 在multi-thread里面的话 那 那个globalbuffer global的位置 他其实是所有的thread的共用 他知道的都是同一块记忆体 所以你可能会有很多个thread的同时 在对这个global这个buffer 去做sslread的动作 那也同时在做pass handshake的动作 那这里其实就会产生一个rest condition的问题 对 那不过当然这个 这个问题 我们这一次其实在利用的过程当中是没有用到 对 但是是我们同时也有发现的一个动 那他也有同时 这次也有一起把它修复起来 好 那再来就是这次的重点 就是 就是keepoverflow的这个漏洞 好 那 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个正常的request 他可能会长这样子 就是他的request 他会是get 然后那个空白 然后可能斜线echo 然后http 斜线1.1 这样子 那 这个东西在下面这一段code 会被怎么pass 呢 首先 他会 被strstr 就是去找出 他的两个空白 对 在找到这两个空白之后 他就是利用说 我们 看到这个request的形式 那我们应该可以找到这两个空白 这两个空白中间假的东西 应该就是他的路径 好 所以他就用sdrcr 去找到最开始的两个空白 然后找到这个空白之后 那 他下面都会 美辣克 的地方 他就用这两个空白间 到底差多少 那来去美辣克一个buffer给他 好 那 最后呢 他在用 那个scanf的方式 去把这个echo 读进来 ok 他用的formate 是get 然后空白 然后pars 然后空白 http 那在这个正常的例子里面 我们会发现 ok 没有问题 他work的很好 他美辣克的看的地方 跟他scanf scan的地方 其实是一样的 ok 他是scan到一样的东西 好 那但是当我们今天 给了一个很奇怪的request 的时候 我们今天如果给了这样的request 好 那他会发生什么事呢 首先 一样 先找 头两个空白 那他就会找到这两个空白 好 然后呢 我们美辣克就会用这两个空白之间的长度 也就是这个 这个红色框框框框的长度去美辣克 那 美辣克完之后呢 我们用scanf去读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他竟然是读到后面的AAA 这些东西 他是把这一整串的AA 去把它读进 我们前面 前面的这个buffer里面 那所以他 美辣克buffer的长度 其实跟我们实际上读进来的东西 都不符了 那所以这里就可以产生一个overflow 然后因为他是在美辣克出来的buffer里面 所以他是在heap上面的overflow 好 那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会读到这样的东西呢 那原因是因为我们的 在scanf的formateStream里面 你在里面 你在你的formateStream里面 去写一个空白的时候 事实上这个空白 会match到的不只是空白 他可能还会match到 像是换行之类的一些 或者是tape之类的这样的字元 他会match到这些字元 而且他会match不止一个字元 他会把连续的这些字元 全部都match起来 所以在这个formateStream在pass的时候 他就会把前面的空白 然后一堆的换行 然后跟一个空白 这些东西都把它match掉 match在get 然后空白的pass之前的空白上面 他会match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pass开始读的地方 他就会从AAA开始读 然后直到再读到一个空白 或者是换行之类的东西 他就会停止 所以这里就产生了 Clippable flow的问题 那这也是这一次最主要的漏洞 这样子 好 那最再来就要进到这一次的重点 就是 呃我们怎么利用这个漏洞 去exploit 这个 这个元件这样子 那 呃在开始讲之前呢 这里也要感谢一下 之前在 同时代奥一实习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那 因为这份exploit 最原始的版本 是他写出来的 那后面我再把它做一些修改 就是 把它修改到更高libc的版本 那目前是把它改到2.31可以work 这样子 那2.31的版本 也同时是ubuntu 20 去预设搭载的版本 好 那exploit的部分 我们会讲两个部分 那 主要就是 我们怎么在 怎么利用 Hipable flow 去在Linux上面去达到RCE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关于在Windows上面 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 去做到RCE 这件事情 好 那 呃 我们exploit是在这个环境上面 跑的 就是ubuntu 20.04 然后glibc 2.31 然后 呃 在这一支binary的保护 他开的保护是 呃 我们可以看到这支binary 是x8664的binary 然后他的保护是只有stack canary 跟nx 就是 没有办法跑show code 然后没有办法去 简单的做stack overflow 那但是他的PIE 也就是 呃 code断的 呃 的SOR是没有 是关闭的 然后他的reload也是关闭的 呃 也是partial 就是我们可以去做GOT Hydrogen 那其实 这个保护 呃 没有PIE跟partial reload 这两点 其实 就是 就是因为这 这两点 让我们后面的keep overflow 可以顺利的来利用 对如果 这些保护全部都开起来了 基本上 今天这个keep overflow 的漏洞其实也没那么好利用 对 好 那再来就来讲一下 我们理想上的export的流程 那呃 呃 在glibc 2.27之后 产生出了tcatch 这个东西 那所以基本上 在这之后 我们打 呃 我们打hip的export 优先考虑的就是先用tcatch 如果可以用tcatch 解决 就用tcatch解决 因为他是一个 还蛮好export的东西 对 那所以我们利用tcatch 来做到任意写入 然后任意写入之后 我们就可以 开始改变这个程式的流程 那改变程式流程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 leak 我们的libc的base address 那呃 呃 因为我们必须要 leak libc的base address 我们才有办法去call 像是system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房学 来做到 我们要的rc 对 那我们在battleexportation的流程里面 其实最主要就是 我们要想办法去 像是例如说call到system 或者是直接叫syscall 来把show开出来 那 这个东西是在libc里面才有 所以我们要先知道libc在哪里 好 那在leak出libc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其他事情 例如说 呃 我们可以去把freehook改掉 或者去把 呃 我们前面做的got给改掉 那反正就是整个 把他程式的流程hidrack掉 那hidrack到我们希望的房选区 例如说 libc的system 对 那在这一次exploiter里面 我们选用的是 改掉freehook 来达到 呃 把freehook改成system 那 我们就可以在某一次free的时候 变成直接call system 这样子 好 那最后就是弹一个reverse shell 回来 那reverse shell 这个东西是因为 呃我们打进去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没办法直接开出一个 正常interactive shell 因为他都是过ssl 那所以说 我们就反向让他直接从里面连出来 然后打一个reverse shell 回来这样子 好 那但是其实在这个 呃在这个agent上面的exploiter 其实会遇到很多问题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 他的服务非常脆弱 那这个服务 呃 他是multi thread 那multi thread里面 你只要一个trade crash 基本上他会把整个process 他整个process都会crash掉 那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说 我们在打的过程当中 每一个trade都是好的 他都不能让它crash掉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一个重点 就是他的服务不会自动重启 他没有watchdog 那所以说你的服务crash了 就crash了 那你就只有一次机会 你把它打烂了之后 你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除非这个使用者 他就把它重开 对 好 那再来的话是 呃我们的流量 他有经过sso加密 所以我们必须要靠sso write 我们才能够去取得他的 呃 呃我们才能够去做一些 立刻的动作 对 那所以说 呃他不像我们一般在打 呃平常在解析贴为的punt 我们可能用一些puts 还是什么 这些function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东西印到std 它就出来 那我们就必须要靠sso write 这样的function 我们才能够去把东西给 呃噴回我们的exporter 呃攻击者这边 呃 呃 那这里讲的几乎 我们后面会讲一个方法 还是可以写 对那但是就是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写入nobite 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在exporter过程 就非常非常困难 对 因为我们在exporter过程 会需要写入很多 那个address的东西 那这里面一定会带有nobite 对所以这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好 好 那再来的话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呃因为它是墨在睡的 那 我们会导致我们 其实我们 连线上去的时候 我们不太确定它现在keep的状态是怎么样 OK 因为我们如果要打heep exporter的话 其实很重要的事情是 呃我们必须要确定它的keep状态 我们才有办法去进行 呃去排一些 就是 构造它keep的结构 这样子 对那 有一个问题就是 呃我们现在我们连上去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太确定说 它的keep到底长怎么样 好 那首先我们现在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 呃我们要怎么 在keep上面就写入nobite 那 我们可以来看到一个function叫做 get up to line feed 那这个方式是 它里面最主要在pars 而在pars handshake里面最主要在 读资讯的东西 就在读那个http的header 然后 并且把它丢到那个melaq的buffer里面 好 那 这个东西怎么写的呢 它首先它先用strstr 去找到反弦线r 反弦线n 好 那这个东西就是 呃我们知道 我们http的header 每一个header的结尾 其实就是一个反弦线r 反弦线r 所以它利用这个东西去切出这个header的结尾 好 那切出来之后呢 它用什么东西 它下面的话就是 呃 然后后面这个AAA 这些东西去把它 呃 copy到这个buffer上面 好 那但是我们的strstr 其实有个问题 就是呃 它是str系列的function 所以基本上它 遇到 呃 nobite 出 它也会停下来 它就算没有遇到反弦线r 反弦线r 反弦线r 它也会停下来 好 所以假设我们的输入是像 投影片左边这边 host 然后帽号控把AAA 然后nobite 然后bbb 反弦线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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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会pass到的东西是 它会遇到 呃 呃 nobite之后就停下来 所以实际上它会copy到 buffer上面的 只有AAA三个字而已 ok 只有AAA三个字 所以 基本上 我们会发现说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 呃 copy一个 含有nobite的字串到 呃 我们的malloc 到我们的buffer上面 对 那但是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function的最后 它会帮我们 补上一个nobite 对 它会在这个buffer的最后面 去帮你补一个nobite 好 所以说 我其实可以靠这个动作 来写入一个nobite 来写入一个nobite 那具体来说 怎么做呢 那首先 呃 我先假设 我们现在有一个buffer 那这个buffer上面 它的 它原本有一些资料 那这些资料 我们就用U这个字母代替 所以它有八个U 好 那首先我们如果写入 呃 七个A的时候 那 它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 就是 它前面写入七个A 七个A 把前面的七个U 都盖掉之后 在第八个的位置 它会帮你补上一个nobite 好 所以你今天可以成功地 写入一个nobite 好 那如果 接续前面的buffer 我们要继续做 同样的事情 我们写入六个B 好 那它就再把前面的六个A 盖成六个B 然后在第七个位置 它把它写成nobite 然后第八个位置 是被我们前面 去把它写成nobite 这样子 好 那今天我们如果 再写三个C的话 这个C写进去 所以它再把前面三个B 盖成三个C 然后补一个nobite 好 然后后面的东西没有盖到 所以后面的东西 就是原本的 就是两个B 然后两个nobite 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 重复去写入的动作 来做到我们在 那个keep上面去写nobite 但是它就会需要很多次的写入 对 好 那再来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我们每次连线上去之后 我们keep的状态不确定 对 那因为我们每次连线的时候 都会开新的thread 那每个thread 它都会有一个独立的keep的空间 那 在thread结束之后 这个keep它会把它回收 那 回收之后 它新的thread开出来之后 它就会先 优先找 已经回收掉的keep 有没有 已经回收掉的keep空间 先把它拿来用 那除非没有 找不到了 那它就建立新的 好 那所以 这个部分要怎么克服呢 那基本上就是 我们 就同时建立很多个连线 那把它前面的那些 被回收的keep 都先把它拿出来 那 最后我们再建立一个 连线上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拿到一个 它新建立出来的keep 那每一次新建立出来的keep 的状态就是 都一样 就会固定 我们就可以预期它会长怎么样 好 所以它的示意图大概长这样 就是走一clive 然后server 现在server里面 也只有三个已经回收掉的keep空间 那所以你第一个连线连过去之后 它就拿第一个keep空间 然后第二个连线 就拿第二个keep 第三个连线 就拿第三个keep 好 那这些连线 我们都继续把它连走 我们就不要把它断掉 那不要把它断掉 的情况下 我们在连第四个连线之后 好 它没有keep可以拿了 那它就会去拿一个 它就去开一个新的keep 出来 那 这个时候这个新的keep 就是 基本上就是我们可以预期的东西 它里面会长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预期 因为它是新的 它是新生出来的东西 对 好 所以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去拿到一个新的 呃 去拿到一个干净的keep 我们可以预期的 预期它会长怎么样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 呃 我们要进行libc的 based address 我们要去把它link出来 那基本上这个东西是 整份exploit里面最麻烦的地方 对 我们基本上在这 在写exploit的部分 是卡在这边 是卡最久的 ok 呃 好 那 呃 我们必须前面讲到 我们必须要用exploit 来印出 存有libc address 的buffer 那 我们可以利用 wsgat handshake 这个 呃 这个 function 那这个 function里面 它就会 去产出一个httb response 然后并且用exploit 来把你的 response 呃 送回来给你 好 那怎么利用呢 那首先 我们要走到wsgat handshake answer 这个东西的话 我可以先来看一下 这个 呃 呃 它的程式大概会长这样子 那 它会先去做str cmp 确定你要request 它的配置是斜线 echo 它才会进到wsgat handshake answer 好 那 但是 我们为了要做到hip overflow 所以 基本上 我们 没办法让这个 这个条件 基本上 永远不会过 你如果要触发hip overflow 这个漏洞的话 你没有办法让 你的pass 是斜线 echo 那所以要怎么办呢 我们就 我们gat可以写 可以做gat hydracking 那我们就用gat hydracking的方式 去把这个str cmp 去把它换成str str 这个 function 那 换成str str 这个function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说 它不管怎么样 它就不可能在我的前面的pass 里面去找到斜线 echo 那这样子的条件就成立了 那成立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到wsgat handshake answer 所以在这里 我们会先需要第一个 任意写入 去把str cmp 去把它写成str str 这个function 好 那 在wsgat handshake 里面 它在做的事情是这样子的 它在做的事情是 在wsgat handshake 里面 它会产生一个str structure 那这个str structure 里面呢 它会含有这些header的buffer 这样子 这个str structure里面 它就会写入说 这些header 那这些header里面 它的buffer 就是说这些header 那每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point 都指到那一个header的buffer 那它会把这个东西丢给wsgat handshake 去处理 那就会产生一个http response 那wsgat handshake 在做什么事情呢 它基本上就在做的事情就是 它会用前面讲到 get up to line feed 这个function 去把我们的imput 去parse 然后parse出这个header之后 它会return一个 每个出来的buffer 然后把它存到我们 右边这个str structure里面 然后并且把它丢给 get handshake answer 那get handshake answer 在做的事情就是 从这个str structure里面 去把这些buffer 然后用sprintf的方式 去把它串成一个 我们的response 也就是说 我们只要能够在 前面那边 get up to line feed 那边的medlock 去medlock到一个 任意的位置的buffer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 pass handshake answer 这边 去把这个buffer里面的直印出来 所以在我们可以做到 这件事情之后 那我们就要来想 那我们要leak的话 我们要leak哪一个 global of set table 那 而leak kot的话 是因为说 基本上 我们在原本的程式里面 会存有libc address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global of set table 所以通常来说 我们要leaklibc的话 我们都会优先 从这边去下手 那global of set table 基本上它是 每一个libc的function 它都会有一个entry 对 那我们要leak哪一个 libc function的entry呢 那首先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get out to line feed 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基本上我们就会发现说 你如果写入三个a 它就是写入三个a 加一个nobite 写入一个a 就是一个a 加一个nobite 那你就算今天什么都不写 它还是会帮你写一个nobite 进去 那也就是说 因为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会导致 我们今天buffer 立刻buffer malloc出来之后 它不管怎么样 它一定会被写入一个nobite 好 那今天我们要leak了 我们要malloc的字 我们要把global of set table 的位置 去当成buffer 去把它malloc出来 但是malloc出来之后 我们却有把一个nobite 寫进去 那个table 其实是在决定说 你每一个function call call的时候要call去哪里 所以你今天去乱写它的话 其实会导致 你在call到那一个function的时候 就会让它crash 所以说 我们要来讲一下 ladybinding的机制 ladybinding的机制是这样子 就是从最左边这一块 在puts的got里面 假设我们今天要call一个puts 今天这个puts的got 假设在这个puts 都还没有被call过的情况下 它会有一个address 这个address会指到哪里 这个address会指到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在做的事情就是 它会去从glibc里面 去找出puts真正的位置 然后去call它 然后同时把这个位置 也写回puts的got entry里面 所以当puts被call过之后 它的got entry 就是从原本左边的400开头 这个3byte的address 去变成右边的7f开头 然后有6个byte的address 那我们在leak出libc之前 其实我们还不知道任何一个 长度是6byte的address 我们所已知的address 只有在那个binary里面 长度是3个byte的address 因为这个binary没有开pie 所以这些address我们都是知道的 但是我们不知道任何的 所以我们在写入的时候 我们也只能写一个nobite 那我原本想说 我今天gott每大刻出来之后 我如果把它的address 我们随便乱写它会坏掉 那我们就写到一个不会坏掉的address 但是你今天如果这个got entry上面 本来就已经有一个长度 是6个byte的address的时候 那你今天所知道不会坏掉的address 其实都是3个byte 那其实你没办法好好的 把这6个byte全部都override掉 那你就会产生下面这个情况就是 你今天写了3个byte进去 它再帮你补一个nobite 你会产生前面 其实最上面还会留有一点 什么tfab之类的 这样子的残留在这边 那这样子的function 其实它就不是一个合法的function 那我们如果今天 我们要写入的got entry 是在左边这个情况的时候 它只有3个byte的时候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任意的把它去写成 而我们已知了3个byte的address 那其实很简单 我们就把它写成一样就好了 假设它原本的状态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东西也是我们已知的 那我们其实每辆可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写回去 就好了 那所以说 我们要立刻拿一个got entry 那其实就是 我们找一个 我们在get up to line feed之前 它没有被call过 所以它的got上面 只会有3个byte 那并且呢 在那个 握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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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并且呢 我们的目标 的libacy 的address 那 所以我们这边找到 ctypeblock 这个function 那它就符合这个条件 它 在我们 get up to line feed之前 它会是一个 只有3个byte的address 那所以我们get up to line feed 去每lock出来之后 我们就把这3个byte 写回去就好了 好 那写回去之后呢 呃 它就变成这个状态 然后并且 它如果这个时候 它被call到之后 它就会 它这个address 它就会变成 0x7f开头的 这个我们实际上 我们想要看到的address 那它变成这个address 之后 它才会被 w.get and check answer 才印出来 好 那所以 呃 再整理一下整个explore的流程 那所以 呃 我们会需要在一次的request 当中 我们去做到两次任意每lock 那第一次是 将str 前面的strcmp 改成strstr 来bypass 掉那个检查 那再来 再来的事情就是 我们要让其中的header 的buffer 去拿到ctypeblock 这个got 好 然后 再来我们就可以从response 的header去 去读到leak出来的address 这样子 好 那 所以呢 呃 我们要做hip and exploit 的话 我们基本上会需要 重复以下的操作 我们会需要 melock 然后我们会需要 read 然后我们会需要free 我们要一直重复这样的操作 就是melock 然后read 然后free melock read free 那我们要怎么在一次的request 里面去打到 去做到很多次这样的操作 那 我就回来看他在pass的时候 他会做什么事情 他基本上在pass的时候 他就是把你的整个buffer 那丢进去pass 那他就会用 比如说man 他就用man cmp去看说 诶 这个是哪一个header 然后 找到这个header 然后知道是哪一个header之后 他就先看 诶 这个header 前面有没有读过了 如果有读过之后 我们就先把它free掉 free掉之后 我们再重新拿一个新的出来 重新拿一个melock的buffer 然后把我们新的值写进去 好 所以像左边这个request 他都会产生这样的下面的效果 就是我们 每 我们 会 第一个get 他也是 最前面那个get 然后空白空白 这其实也会触发一个melock 好 那他会触发一个melock 然后再来的话 他就会 呃 再来下一个host的部分 他也会触发一个melock 好 然后再来origin 他也会再触发一次melock 好 然后再来 我们又回到host 对不对 那但是host 前面已经有 已经有读过了 那所以他就会先触发一个free 但是先把前面的free掉 然后再重新在melock 好 然后再 我们再一次host 他也会再把前一个再free掉 然后再melock 这样子 好 那 呃 再来要介绍一下 就是这次 主要利用的东西 就是tcatch 那tcatch 是在gc2.27 我加入了c的机制 那他为了效能 所以他少了非常非常多的检查 他会让我们很很简单的 可以直接修改fd 那我们就可以去拿到任意位置的chunk 那 所以 呃 而且他在melock的时候 他也不会去检查 呃这个chunk 到底是不是正确的size 所以就让我们的heepersport变得很好做 好 那 我们的目标是 我们要做到 呃我们要从melock0x20 这个大小 那来拿到一个任意的chunk 对 就是我们要在程式里面去callmelock0x20的时候 我们希望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拿到任意的 任意位置的address 这样子 对 那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 要做这个东西两次 我们前面说到 我们需要任意 两次的任意melock 那而且这个melock的size 必须要是0x20 那为什么呢 因为 呃 我们的get up to line feed 是根据 我们要写入的data 去算出 他要melock多少 好 那但是 呃 我们基本上 我们要写入的data 都只是要写一个address而已 这个address 了不起就八个byte 好 那所以 那在gdnc里面 truck最小的size 就是0x20 好 所以我们在写入 八个byte的时候 我们会拿到的 我们会拿到的 truck size 其实是0x20的 大小的size 这样子 好 那所以这里的话 呃 因为时间也不够 所以我们就快速的看 看过整个exporter 是 它的heap是怎么跑的 好 那首先呢 我们会的heap上面 会有三 三块这样子连续的记忆体 那 呃 我首先要先trigger 这个heap overflow 然后 这个heap overflow的话 它 它就会 overflow到下一个trunk 然后把下一个trunk 的size变大 好 那 变大之后 下一个trunk 跟下下一个trunk 两个trunk之间就有overlap 那有overlap 那有overlap之后 就会让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好 那 所以说 再来的话 我们透过medlack 再free掉 就把 被我们改掉的size 的trunk 可以把它放到一个 放到一个 再重新把它放回tc 去 把它放到另外一个size 的chain里面 好 那 放进去之后 我们有overlap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 A这个trunk 可以改掉B这个trunk 的黑的 然后就可以让B这个trunk 的size 也改掉 然后再把它放到 另外一个chain里面 那 这里一个小细节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东西 放到0x30 这个chain里面 那原因是因为 在GLC2.31的时候 会有个检查 就是 你在medlack的时候 你这个chain 也必须要 够长 就是说 在2.31之前 你 这个chain 你的fd 只要一直穿下去 你就可以一直从 这个chain里面拿出东西 那但是 在libc2.31之后 他就会 他就会 去检查说 你这个chain到底 还够不够长 那 这边呢 会把它放到0x30 是因为 我发现说 这个0x30的chain 是够长的 所以我们从中间把它 我们可以拿到 我们可以一直从 这个0x30里面 拿够多次的 chunk出来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 要透过a 再去把b的fd改掉 那就可以让他指到 一个我们自己构造的fake chunk 那这个fake chunk 就是一个 可以很方便的去 让我们方便的去做一些事情 这样子 对 那 他把它改过去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 呃 我们就可以 再来就 着重在这个fake chunk 的操作上面 那反正 总之就是 我们进行了一番操作之后 我们可以让 呃 我可以让 一个victine的address 被放到 呃 0x20的这个chunk里面 对 那所以 在我们 每lock之后 我就可以拿到 这个victine的address 这样子 好 那我们拿到之后 我们再来 我们要再做第二次的任意 每lock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 透过这个fake chunk a的方 fake chunk a这个东西 那 我就可以透过fake chunk a这个东西 去把 那个 fake chunk b去把它复原 ok 我们就可以把 前面fake chunk b里面原本有一些 脏东西 那我们把它复原之后 我们就可以再把fake chunk b再free回去 然后fake回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再做一次前面的操作 这样子 好 那所以 我们重复前面的步骤 我们就可以做到 两次的任意写 写入两个address 这样子 那写入两个address 之后 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去 leak住6c 然后 我们在同时 再使用另外一个连线 去把那个free hook 改掉 改成system 这样子 好 那这里就是一个 简单的demo 首先左边这边是一个 我们 我们跑服务的机器 好 那这个服务的机器 就会开始 我们现在把服务重启 然后我们用htub去观察它 那 右上角 右上角这个画面 我们会用nc 去list 一个post 等待那个reverse shell 弹回来 好 那右下角这边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 那个export 跑起来 好 那跑起来之后 会发现说 会发现说它前面建立了非常多的连线 然后同时 左边也会长出非常多的thread 对的 那这就是我们前面为了要拿到一个干净的keep 来做 做这件事情 好 然后最后它就会成功的把reverse shell 弹回来 这样子 然后而且 因为这个服务 它要操作毒打机什么的 所以它的 它的权限会是用root跑的 所以拿到的share 会是有root权限的share 对 在windows上面也是 那 所以再来就讲一下 关于windows的部分到底好不好export 那 因为windows上面keep的房屋机制会比较复杂 那它没有办 它没有像tcatch这样子 可以让我们任意的 去改fd 就拿到chunk的方式 那所以基本上来说 我们会觉得 在windows上面应该是蛮难 利用这个漏洞去打到rc的 对 但是也许靠keep spread的方式之类的 盖一些function table 也许可以做到 可是这会有一个问题是 因为服务非常不稳定 所以你没办法 你用keep spread的话 其实你没办法保证一次成功 那你很有可能在你成功之前 服务就挂了 所以 我们的评估是在windows上面 应该不太好达rc 好 那 再来的话就讲一下 我们的回报跟patch的过程 那 首先我们在去年的7月的时候 就将漏洞 回报到tw search去 那 在8月的时候呢 呃 原本的漏洞是我自己回报的 对 那在8月的时候 公司的群组就传来一个讯息 就 结果我的漏洞绕了一圈 那健保署跑去找公司帮忙验证 然后公司也知道这个东西好像是我送的 然后这个东西都回到变成 我在公司的工作了这样子 就蛮有趣的 好 那因为透过公司的关系 所以我们其实 就跟他们 就可以去跟健保署去做更详细的报告 比原本 佼佼上去tw search那份报告更详细 就是 我们去讨论一些漏洞细节跟修补的建议 在去年9月的时候 我们去报告 呃 包含展示了 他确实可以exploit给他们看 对 那在去年的12月 对 他们呃 虽然有在修 但是修的进度没有那么快 那在去年12月的时候 我们拿到了第一个版本的patch 那这个版本的patch 至少他把binder address 从0.0.0改成127.0.0.1 好 那也就是说这个服务从原本 只要你能摸到这台电脑 就可以存取 变成你必须只能在这台电脑里面的 连线才有办法 对 那他就大大的降低了他的 呃 可以被攻击的机会 好 那wspatch handtrack的部分 他是加了没有CMP的检查 这个比较像是一个 mitigation 就是他强迫你的 那个request的那个 形式一定得长成这个样子 但是当然没有人的HTEP server 会这么写 但他因为他只会用到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他就先用这样子的方式做mitigation 但是他确实是有效的 好 那但是呃 有趣的是 这个wspatch handtrack answer 他为了要处理不同版本 所以他写了两个很类似的function 然后结果他只patch了一个function 另外一个function没有patch 所以漏洞还是存在 好那在1月的时候 我们就拿到第一个版本的patch 那这个版本他在windows版本里面 他就使用了s scanf底线s 这个东西他就会去进行长度 buffer长度的检查 那就 那就基本上都没有办法让他做到overflow了 对 好那 那再来的话 呃 3月因为我们发现说 这个 这样子来来回回的进度有点缓慢 所以呃 就由公司去跟他们 跟就直接变成直接跟厂商 那去开一个project出来 然后去进行很多轮的修补跟测试 来加速这个修补的过程 那在这个project开启之后 从3月 那其实 呃 3月开启之后 我们其实 只花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把所有我们发现的漏洞 全部都修补完成 对 大概2020年5月的时候 好 那所以他的patch方式 基本上主要就是hipoverflow 就从s scanf 改成s scanf底线s 加上buffer长度的检查 然后this condition的部分 他就把它从bss section 搬到medak去 那基本上都不会有前面讲到 在globalfl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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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this condition的问题 好 那最后一个小小的总结 就是 呃 会发生这个漏洞 最主要的问题 其实是 他自己去处理了http 这个project 对 那这个东西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 呃 opensource的 的专案可以用 那基本上 我们就不应该去 自己重造轮子 这其实在 呃 昨天也有一些演讲 也有讲到类似的东西 对 那 那 再来的话就是 呃 漏洞通报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但是 呃 有些单位可能 你只 你只通报漏洞给他 他可能没办法很好的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对 所以 其实 协助漏洞修复的这个角色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好 那 呃 我演讲就到这边 然后 谢谢大家 那最后是一些QA的部分 好 好 那让我们掌声感谢宇翔的演讲 对 那因为我们这一场时间已经有稍微delay了 那我们就 呃 就不好意思就先不开放现场QA 呃 但呃 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询问的话 那呃 呃 呃 可以直接到台前跟讲者 呃 讨论交流 那也可以在slido上面呃 提问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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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